我们在这个资料表 在做资料分析 我们通常不看资料 我们看的是一马步 在这个地方 我要做资料分析 你觉得老板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 还有可以分析什么 在这么多的资料里面 文字是做探勘 数字是做分析 而且很少会去算说 我有几个客户 我们要知道哪几个是大客户 大客户是在算什么 营业额 是在算数字 我知道我有800个客户 7-11知道 他有20万的忠实的消费者 这没有很大意义 他要知道的是什么 消费者喜欢什么产品 所以在算的是 消费者购买的产品的数量 我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文字 我因为要做分析 所以都在分析数字 老板最关心的数字是哪一个 请问我可不可以去算 各客户的销售统计 我可不可以去算 各城市的销售统计 各年销售统计 所以这个的算法是 C16取1乘与C4取1 这些大数据 暴力破解计算法 C16取1乘C4取1 还要再加 可不可以算 各城市销售与利润关系 那这边就是C4取1 销售与利润 你觉得老板 他当然会想要知道 销售跟利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先看一下 各年的利润 如何做各年利润统计 数秒分析表 游标落在这个表格里面的任何一格 1做这个动作 2插入 3数秒分析表 你有没有发现 他会自动扩大选取的订单 这个表格 所以这边4直接点确定就好了 5个年 刚刚我有做了一个年 然后请把年不可以放在值这边 要放在列这边 后第7的动作请勾利润 那第8个动作 请点这个枢纽分析表 分析底下的枢纽分析图确定 你也不要浪费很多时间 就只要设计 挑一个非常适合放在简报上面的这种图 9个动作就做完了 麻烦请你们先动手 做这个9个动作 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